本公司生产的胶筑机有单头、双头、三头等,还有不带冷道的半线。 单头胶筑机可生产纯巧克力块、夹心巧克力、夹果仁血巧克力、夹带整粒果仁的巧克力、琥珀巧克力、琥珀巧克力、玛瑙巧克力等。 二头胶筑机可生产分层分色或带分色图案的巧克力。 三头胶筑机可生产三种颜色的巧克力。 巧克力的形状是根据不同模板内的形状而定的。 上胶筑线的模板带两个耳朵。 胶筑机有模板烘烤、放果仁力、胶筑、模板振动、链条传动、模板冷却、自动脱模、自动输送等机构。 输送出的巧克力块可直接进包装机包装。 胶筑机的工作原理 一、单色纯巧克力块的工作原理。 通过调节活塞形成、转伐旋转角度、分配板导向灌入模板内。 二、加果仁穴巧克力的工作原理。 把果仁穴与巧克力混合后倒入浆池内。 在活塞旋转阀的作用下交入模板。 该数量要小、规格要大。 必须在订购时指定。 一般力竞控制在直径4毫米以下。 如果力竞要加大,要特殊规格生产。 三、饼干单面涂巧克力工作原理。 在模板灌巧克力后放入饼干。 经过振动、冷却、自动脱模、包装而成。 四、饼干双面涂巧克力工作原理。 第一次灌将后振动,后推饼干入模板内。 再在饼干面上灌巧克力。 冷却后的巧克力轮廓图形清晰。 既有饼干的香味又降低了巧克力的成本。 五、加芯巧克力的工作原理。 在浇入期的两个浆斗内,分别放置两种不同颜色的巧克力。 红的是芯料,棕色的是皮料。 一起滴入模板内。 六、大加芯巧克力的工作原理。 加芯料占50%以上,用三个胶筑投生产。 第一次灌满浆后倒掉。 第二次灌芯料。 第三次在芯料面上盖巧克力,然后进冷到冷却。 这类小克力是一大容量,40克每件以上。